好现在我们来看权维分的理题 求函数f of xyz等于2x的三次方加5y的四次方减6z之权维分 好那么我们知道权维分df是等于f的partial x dx加上partial y dy加上partial z dz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对f的x做偏维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6x的平方 好那么乘以dx加上呢我们对y做偏维分我们得到20的y的三次方 这个东西要乘以dy 那f对z做偏维分的时候我们得到负6负6要乘上dz 好那这个df也就是函数f的权维分就求出来了 好下面这一题也是要求函数f of xyz的权维分 好我们知道df它的这个是等于f的partial x f对x维分乘以dx加上f对y做偏维分乘以dy 所以我们先对f的x做偏维分 好这里我们把y看成常数 所以这个ln的y平方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乘以x三次方的维分就是3x的平方 好乘以常数ln y的平方 好那之后呢我们要把dx乘在后面 加上我们现在对f的y做偏维分 把x的三次方呢看成常数 所以常数乘以ln y平方的维分是y平方分之2y 好所以这个东西要乘以dy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权维分df就求出来了 好下面这个例题求f of xyz的权维分 然后这个两个变数的函数的权维分就是我们对f的x做偏维分 再乘以dx加上f对y做偏维分再乘以dy 好那在这边呢f对x做偏维分的时候呢 我们把y看成常数 好那这里呢是两个以x为变数的函数相乘 所以呢用乘积的法则我们得到第一个我们来为x的平方就是2x 然后乘以这个第二个函数不变 加上呢这个x的平方不变乘以呢 ln的3y平方减2x的维分也就是3y平方减2x分之负2 这里我们对x维分 好那么这个东西乘上dx 我们再加上f对y做偏维分 y做偏维分的时候x的平方是常数 所以x平方乘在前面 那么这边呢我们就说先对外面ln维分 就是3y的平方减2x分之1 再乘以里面这个函数的维分就是6y 好这样子我们再乘上这个dy 我们的全维分就求出来了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立体啊 我们要对w等于x乘以y乘以e的xz 自方求它的全维分 那么首先呢 这是一个三个变数的函数 所以我们先呢把这个w对xyz的偏维分找出来 我们对x维分的时候呢 把yz看成常数 看成常数呢 那这边呢 的这个y呢是一个常数 我们放在一边 那剩下的x乘以e的xz呢 是两函数相乘 我们要用乘积的法则 那么乘法的法则说 我们先对x维分就是e e乘以e的xz不变 加上呢 x不变 然后乘以e的xz的维分 就是e的xz乘以这个xz的维分 对x做偏维分 我们得到z 好那那个partial x就求出来了 那partial y呢 就是对这个y做偏维分 对y做偏维分的时候呢 x跟z都是常数 所以前面这个x跟e的xz是常数 在乘以y的维分是1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x乘以e的xz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z做偏维分 我们对z做偏维分的时候呢 把x跟y都看成常数 好所以呢 xy乘在一边 放在一边 我们对e的xz来维分 e的xz次方就是e的xz次方 然后之后我们对xz维分的时候 把z看成变数的时候呢 x是常数 所以常数x就乘以前面刚刚的这个东西 好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partial z 好现在呢 dw也就是它的全维分 w的全维分就是 partial x乘以dx加上partial y 乘以dy加上partial z乘以dz 就把刚刚的这个这些这三个东西 呈在dx dy dz的前面 好这样子我们全维分就算出来了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w等于sinxy加上cosyz的全维分怎么求 好那在这里呢 xyz这个w是一个三个变数的函数 所以我们先对w的x跟y跟z做偏维分 好我们对x做偏维分的时候 把y跟z看成常数 所以后面这个cosyz整个常数为成了0 好所以我们只要对前面这个sinxy为分 现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用连锁率先对sin为分 就得到cosxy 再对里面的xy的x为分 我们得到了y 好那现在我们来对y做偏维分 对y做偏维分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x跟z看成常数 我们把这个x跟z看成常数 所以这两个都是以y为变数的函数 我们用连锁率先为sinxy 它的尾分就是cosxy乘以里面的这个xy的尾分就是x 好那后面这cosyz的尾分就是-sinyz 再对yz尾分就得到了z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w的z做偏维分 z做偏维分的时候xy是常数 所以sinxy为成了0 好现在我们用连锁率来为cosyz 就得到了-sin的yz 乘以里面yz对于z 微分就得到了y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partialx partialypartialz呢 呈在这个dx dy dz的前面 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全维分了 好那么全维分的立体就到此结束 好